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18赛季的全新一代我们将分为五个级别 60公斤 63公斤 65公斤 68公斤和72公斤 每个级别32位运动员总共160位运动员将进行55期的比赛 从2018年的3月到2019年的3月 在一整年里只有联赢五场的运动员才能最终夺得年度新人王的称号 由此可见比赛是多么的残酷 今晚首先进行是WRF中国区新锐挑战赛 2018赛季淘汰赛60公斤级四人战第二轮的比赛 首先我们要进行是第二轮第一场的比赛 有请蓝方运动员 年龄18 身高180公分 臂展183公分 体重60公斤 战绩五胜五负 来自西安工艳丽搏击俱乐部的张希晴 大家好 我是张希晴 来自西安工艳丽搏击俱乐部 学习拳击的动力源于我对擂台的热爱 追风的道路上 完强平膜赛出我风格 我是张希晴 接下来我们有请红方选手 年龄19 身高175公分 臂展176公分 体重60公斤 战绩五胜一负 来自明辉搏击俱乐部的高海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红方运动员高海文 在去年的全新一代63公斤级的比赛中 最后西败给了新人王曹作远 可以说非常的遗憾 此番呢卷土重来 降了体重来打60公斤 那这样一位有着多年散打功底的选手 来改打自由搏击 是否能够在新赛季表现出新的精彩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一待 有请场台办员张希 比赛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这里是河北省体育馆 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峰全新一代 我是韩燕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KO女皇龚燕丽 哈喽大家好 我是龚燕丽 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淘汰赛 红方选手是来自明辉搏击俱乐部的高海文 而蓝方选手是来自西安 龚燕丽搏击俱乐部的张希成 所以说这场比赛 龚燕丽好像比张希成还要紧张 对对对 我身为他的教练嘛 我打比赛的时候好像是挺放松的 我当时看到他 尤其是第一场 我现在已经有点揍不住了快 在打之前我就已经告诉他 抛开输赢 打出你自己的特点 打出你自己的风格 这才是重要的 对我们鼓励年轻的运动员 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敢打敢拼 对对 先抛开输赢 就放开去打 运动员嘛 就是一个干 上去敢打敢拼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裁判在提示 蓝方选手张希成 不要有过多的搂抱 这个是在我们的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其实张希成这个选手 他是在平时训练中特别刻苦 特别自觉的一个运动员 在训练的当中 我把计划一写 如果说我不在的话 他都会很自觉的去完成 年龄很小 今天只有18岁 而且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全新一代的比赛 其实看两位的身高也差不了太多 张希成的身高是1米80 臂展是1米83 而红方选手高海文身高是1米75 臂展是1米76 对身高上会占一些优势 但是经验上就不如对手了 高海文去年打的是63公斤级 这个级别 他已经是拿到了去争夺新人王的资格 当时是输给了曹作远 所以其实看到这个选手的资料之后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你有点担心的 因为毕竟高海文比张希成 在这个列台上的经验要多一些 对对对 这一次高海文是降级别打 那我想问一下公演力 之前是打63 现在降了60的话 对他来讲是更有优势一些呢 还是 对对对 1 2 3 4 5 3 7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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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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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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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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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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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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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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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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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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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7 7 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 蓝方在第一局2分35秒 TKO红方 比赛结果蓝方胜 恭喜宋孟肖 成功晋级下一轮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孟肖 然后这场比赛呢 对手呢 实力还可以 但是他的防守比较差 内台经验比较少一点 然后抓住的防守漏洞 然后基辅权高边腿 把他KO WRF中国区新类挑战赛 刚刚结束的60公斤级淘汰赛 来自明辉搏击俱乐部的高海文 与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的宋孟肖 分别突出重为挺进决赛 高海盆曾凭借身后的散打功底 在2017赛季连续TKO对手 以完美的战绩挺进新人王金腰带资格争夺战 并用夺63公斤级新人王金腰带 但在63公斤级新人王金腰带未免战中 面对花样美团操作远的挑战 高海文虽苦战三局却遗憾败位 错失金腰带 此次降级打60公斤级别的比赛 高海文凭借丰富的赛场经验 在第一局便TKO对手 经过简单的采访后 高海文又重回赛场 仔细观看下一轮对手的比赛 希望能从中发现对手弱点 找出战胜对手的方法 今晚晋级的另一位选手宋孟霄 曾在2017赛期 60公斤级年度新人王金腰带争夺战中 向现任金腰带拥有者卢拼搏 发起挑战 两人熬战三局 给全迷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此次霸气归来的宋孟霄 凭借灵活的步伐 游走中抓住对手失误 以一记漂亮的高早腿轻松TKO对手 取得和高海文争夺新锐之心的机会 下一场比赛对手也挺强的 是去年的63公斤的新人王亚军吧 跟我一样 我去年新人王也是60公斤新人王亚军 反正我们两个是 应该是强强对决吧 会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赛后 武林峰双冠王杨卓 对宋孟霄取得比赛胜利进行祝贺 但是对比赛中出现的一些不规范动作 也进行指导和改正 晋级之战即将打响 高海文作为曾经经腰带的拥有者 在比赛经验和力量上占据优势 赛前的观战更是对宋孟霄的打法 有了了解制定了相对的战术 面对强敌宋孟霄心态平稳 由武林峰双冠王杨卓的鼓励和指导 更是无所畏惧 新锐之星奖杯将花落水架 让我们共同期待 全新一代是河南卫视打造的 中国最大的青年自由搏击职业联赛 意在培养中国搏击界新生力量 提升中国搏击整体水平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是 WF中国区新锐挑战赛 2018赛季60公斤级的晋级赛 有请我们的两位胜出的选手 宋孟霄 高海文 共同登场 掌声有请 有请常态门员杨继伟比赛 现在开始 有请常态门员杨继伟比赛 好 六十公斤级的晋级赛 两位选手高海文和宋孟霄 有着相同之处 都是在去年和年度新人王十之交臂 那刚刚在淘汰赛当中两位都是在第一局TKO了对手 那么在晋级赛两位出场的时候我们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两位的不同就是性格上的不同 我们看到篮方选手宋孟霄是属于比较个性张扬的哈 很嚣张的 很嚣张 但是这两位的实力啊都是有的我们 除了去年的比赛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之外 刚刚在淘汰赛当中我们也见识到了两位的实力 他俩是一个反架一个正架 红方高海文是来自明辉搏击俱乐部的一位选手 南方宋孟霄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这时候两位要积极主动的进攻了 好拳 好推开 从他们两个的打法上看也是对对手有一定的了解的 对 一直在等待机会谁也不敢贸然的去主动进攻 都很谨慎 出场的时候宋孟霄是一副嚣张的样子 但是你看在打起比赛来他反倒是谨慎了很多 好还有十秒 最后十秒 好时间到 其实宋孟霄的动作其实挺多的 肯定是他打反架的打反架这个对手 高海文是反架 他总是打不出来他的动作 总是打不进去 刚刚有两个击打的拳 我觉得反而打的是挺好的 好 这两位第二局的比赛了 好 好 好 有反应 问题不大 第一局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宋孟霄打拳打进去 有几拳打得还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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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个子小一些打进去会会占到便宜 对 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锐之星 拿到新锐之星就等于获得了向新锐王挑战的资格 所以你看两位打的还是比较谨慎的 包括两位的教练也在讲不要着急放松的去打比赛 这样就能够更有利于自己的发挥 其实这场比赛他们应该不会再有所保留了 因为这就是在争夺新锐之星了 打完这场就结束了 拼起来哈 对一定要 你看这两位太谨慎了 对一定要拼尽全力打到最后 别等 好拳 都已经贴进去 对 其实身高矮的人对身高高的人打的话一定要贴进去 这样对自己才有利 对 一个转身踢 但是这个距离不是特别的 距离不是特别的 对对 一个放出拳击中 这是一个比赛高潮 继续进 对 10秒 还有10秒 还有10秒钟 现在就是拼打得很激烈啊 打拳继续 移动移动 3秒钟 1秒钟 5秒钟 1秒钟 5秒钟 2秒钟 这已经是比赛的第三局了 第三局应该就去毫无保留了 对 好选 我里贴我里贴我里贴 这个红方是一直在扯住的进攻 他们教练喊的也很兴奋啊 对 从这几个拳法的攻击来看 宋萌萌的拳的这个权重还是有的 对 他们速度力量是在于60公斤里面来说 对于全新一代这个擂台上的选手来说还是不错的 要不然他们也没有实力能够站到这个争夺 今天的最后一轮 站在原地抱头去等 对 越等越挨打 虽然说比赛不能着急 但是着急跟这个积极主动的进攻 它并不是矛盾的 对对对 其实宋梦霄从第二局的后半段到现在来讲 我就觉得他等的太多了 对 等的多一般都挨的多 对你等的多就等于给对手机会了 对不要抱头等不要抱头等 对 因为打后直拳的时候脑袋一定不能站太直 脑袋要弯 倒一点像像左边的肩膀倒一点 这是我们六十公斤级第三局的比赛 对 对 打得很很很很激烈 对他们 对他们两个来说已经是毫无保留了 对 因为打过一轮了这是最后一最后一轮的比赛 谁赢了谁就有 今天的新锐之星 对 放 那第一轮的时候 然后还有十秒 哎 十秒再来挺 最后十秒 最后十秒能不能打出一个小高潮来 加油加油 好时间到 打得还是不错的啊 我们现在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看看这两位谁能够成为 六十公斤级的新锐之星 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 一号赛班员 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赛班员 三十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员 二十九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红方胜 奉计高海文 成功晋级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英牛饮料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乌兰茶部办事处 赵文武总经理 有请英牛饮料有限公司 新疆喀什地区办事处 梅良运总经理上台 为我们的获胜选手 颁奖有请 赵文武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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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现在我非常兴奋 非常激动 因为第一轮这个 四人赛顺利晋级 但是我还不可以懈怠 因为后面的路还很长很远 还有很长的路让我去走 我最终的目标就是 拿到新人王金二代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 WLF全新一代精英赛65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让我们有请蓝方运动员 来自山西武林峰训练营的韩孝天 新一代精英赛k 新一代精英赛4公斤级的背景 这条精英赛1公斤级的比赛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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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斤 vista的比赛7公斤 身高178公分 臂展180公分 体重65公斤 战绩6胜2腹 来自温县有帮博 继续了步的王坤亮 张鑫比赛现在开始 好 观众朋友 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比赛 红方选手来自温县 友邦搏击俱乐部的王坤亮 蓝方选手是来自山西 武林峰训练营的韩啸天 两位选手都是第一次 来到全新一代 而他们的战绩也很相似 红方选手王坤亮 有着6胜两负的战绩 而蓝方选手韩啸天 是6胜1负的战绩 左右拳打上 左右拳 一个重击 左右拳击倒 比赛继续进行 对方都在出左右支拳 打得很激烈 又是一个左右支拳 后手拳击倒 其实这个时候 红方选手不应该那么着急 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 连气 打得不错 不想让裁判给独秒 运动员就应该有这股劲 对方都是在出左右支拳 他俩打得不错 打得不错 这个专业的人士就是不一样 因为比赛刚开始两位一出手 官员里就说这场比赛肯定会好看 对他们两个都有这种进攻的欲望很强烈 好 这个前击步打得不够准 其实两位现在从开始到现在还是就是以拳法为主 拳法这种东西 对 他们两个选手不会停顿时间那么长 一动一下停一下 马上开始 对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进攻 双方选手进攻的欲望都是比较强烈 好 比赛时间到 对 打得很激烈 打得挺好看 两位都有着强烈的进攻欲望 对 都想着迅速地去结束掉这场比赛 但是双方接手又打得很硬气 对 好 第二局的比赛开始 两位是否还会延续第一局的节奏和战术呢 但是我们希望看到像第一场一样那么激烈啊 哇 哎 好拳 解跳更快了 对对对 打得真是不错啊 让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 要不然我就KO你 要不然你就KO我 对 就是在碰到这个拳法路线跟自己一致的对手的话 是有一方要想办法去有些变化的方法 那要看力量的拼比 如果说拳法这个路线相对比的话 所以力量大一些 就看我们的那个双方教练能不能指导的过程中 换一些战术 从第二局来看并没有换太多 还是一个对攻 对 还是 可能双方的教练都觉得这样的一种战术 还挺有效 刚才我们裁判示意了对方就是不要双手 双手抱头去提膝 现在第一局那个比赛节奏和第二局这个比赛节奏 然后在相差差不多的情况下 体能要下滑的快了 对 在第二局的后半 后半局的时候 体能就出现了问题 对 随着体能的下降 我们看到比赛的节奏也慢了下来 对 所以这就存在一个就是 运动员体能分贝的问题 对 当体能下滑的时候 也要看对方的指导教练 因为每人一个性格不一样 指导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就看双方指导教练 怎么去引导这个对手 怎么样去进攻 怎么样去打 好 还有10秒 到一个跳膝 去 两位都出现了这个体能下滑 其实第二局 因为节奏太快 第一局的节奏太快 对 第一局节奏太快 其实第二局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不像第一局都是左右直拳的对攻 对 第二局还会有一些跳戏啊 还有一些别的变化 对 对 对 好 这是双方第三局的比赛了 他们两个比赛还是 相同的一个动作 对 不光是全路相似 这个动作也是很相似的 很默契啊 他们两个打比赛还是很好看的 对 很精彩 对方拳拳开路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踢低扫腿 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挨到迎击 如果说我一直打拳 你踢低扫腿的话 防守一旦失误的话 会挨到迎击 很危险 其实这两位想拼 想把节奏拉起来 这会儿有点困难 对 因为体能下降 虽然在他们两个体能在下降的情况下 还是一直在 在进攻进攻 其实这样的选手是值得下面的新运动员 值得他们去学习的 对 运动员上了擂台 一定要积极的主动去进攻 一定要拼搏到最后一秒 对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进攻 虽然这是我们的第三局 但是他们两个还是在有牙区坚持 对 还在努力的 哪怕手也抬不起来 还是想着一定要有这个信念 一定要进攻 进攻 好拳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现在我们的观众 观众也是给收到 加油大喊 一个跳锡 手一定要拿高 手拿高了 对 好像听到了一家说 但是一定要有那份信念 坚持到最后 坚持到最后 进攻进攻 还有最后十秒 好 好 红方选手的护士掉了 这个护士掉了之后 被打了一拳还在笑笑 没劲了 确实这个体能 最后十秒 好 时间到 好 时间到 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员 28比28 二号裁判员 28比28 三号裁判员 28比28 28比28 比赛结果 平局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好 有请我们的石家庄 玩石俱乐部馆长赵文龙先生 为两位选手来颁发奖杯 来 有请我们的赵文龙先生 来 为两位选手颁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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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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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 更多购票详情 请关注武林峰 及河南卫视微信公众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